在历史上明州凤化县出了远近文明的两个火宝 一个是沿街化园的布袋和尚 一个是闭关修行的静平居士 他们的行为非常的古怪 经常胡缘乱语 当地人们却把他们当成得道高僧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很富有 他出于好奇决定去拜访他们 看一看他们到底得的什么道 高在哪里的身 他现在一条巷子里找到了布袋和尚 那个布袋和尚又矮又胖 像个皮球一样随便躺在地上呼呼打碎 年轻人邀请布袋和尚去吃饭 就让店里的小二有意地跟他说 你给他上一点鸡鸭鱼肉 看看你布袋和尚怎么办 结果那个布袋和尚 双手和尚 虔诚地说道 因缘啊 因缘 拜完之后照吃照喝 不过他每吃一样东西 就要分出一点 扔在那个布袋里 这个年轻人非常的失望 这种样子也算高僧吗 他又去拜访了静平居士 希望他能给自己有一点启示 年轻人到达静平居士的家 静平居士正在参悟佛道 他看年轻人来了 一言不发 提起茶壶 就往他的静平里倒水 谁溢出来了也不停手 这个年轻人说 居士啊 你的静平满了 茶也满了 你再倒进去的话 这个全部溢出来了 这个居士继续倒茶说 是吗 反问道 那么你呢 这个年轻人一听明白了 原来啊 果然是得道高僧啊 我当时太愚昧了 这个时候居士反而说 你是怎么理解的 说给我听听吧 大师 是你教我做人谦虚 有容乃大 不要骄傲自满 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满足了 别人的知识再多 我也不能接受 我参悟了你之后 我现在才能明白 人要谦虚 我现在才发现 布袋大师 其实他用这个方法 也是教导我 吸取每一天的经验教训 随顺众生 有了你们交给我的两个法宝 我就再也不用烦恼了 因为布袋和尚 吃一点 放一点 在他的布袋里 就是让他记住 这个世界 你做了 也要看一看 你的经验 因为人必须靠经验积累 才能活得更加的顺利 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吃苦头 就是不接受教训 夫妻吵架 因为你不理解你的太太 不理解你的先生 吵过一次了 第二次吵架 还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没有把经验 放在自己的布袋里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缺少了智慧 我们人一辈子吃不完的苦 吃不完的亏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要学会吃两样东西 一要学会吃亏 二要学会吃苦啊 把精神里渗漏出来的废水 全部从浸瓶水里倒掉 保持每一个人心态的健康 不要让有害的心理垃圾 沉添在你的心中腐烂 因为会生出更多的贪嗔痴 所以一个人把恨一直积压在心中 时间长了一定会发芽的 一个人把爱多一点放在心中 时间长了 你一定会慈悲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从人生当中懂得很多道理 想一想 现在夫妻之间不就是相互的忍耐吗 佛法界告诉我们要学会忍辱啊 一个人不能忍耐 就会给自己造成伤害 给别人也会造成伤害 想一想 一个沈阳老伯伯 坐上公共汽车之后 一位年轻人 因为不愿意给他让座位 两个人吵起来了 这个年轻人嘴巴非常的快 讲话像历刃一样 老伯伯被他讲得气的 抽了他两个嘴巴 结果老伯伯当场倒在了公共汽车上 就死了 从这个世界就告诉大家 人不能生气 不要去跟别人争 争来的是假的 修心修来的 那才是真的 有点赞 有点赞 有点赞